抑郁症有玄学方面的解释吗 中医认为肝能藏神魂 所以精神方面的疾病跟肝都有关系 如果肝不健康 神魂就有一部分守不住 也可以理解成会让人无法找回自己的精神力 命理学的角度来讲 每个人的出场日期 出生时的地气等 也会对人身边的健康产生影响 再结合流年的走向 就会在某个时间点产生一些经常下的问题 再有就是日常中 如果有人在不能量场的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后 明显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发生一些改变 这点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 反过来讲 如果一个人出现精神类疾病 也不排除一些负面磁场的影响 精神越弱 磁场对其的影响就越严重 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恶性循环 当然了 这些只是抑郁症的一些辅助分析 既然抑郁症被称之为症 那就是病 不管啥病 咱都应该先有科学的治疗途径 咱还是要相信科学哟